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8月11号星期四 在跟我老婆的纠结之中 最后还是买了一个废物制造器 当时去家具店选家具的时候 已经说过了 我老婆特别反对我买一个废物制造器 我老婆特别想买一个对那种好看的那种沙发 我都想买一个这种功能性比较强的 但我们家废物制造器还不止这一个 一会儿还有一个大个的废物制造器 真的就是说一键变废物 废话不多说 咱们直接按键好不好 一键 感觉自己就是个废物 不知道怎么着 这东西可能我觉得的确看起来可能不太好 不太雅观 但是你坐在这看电视特别舒服 你知道吗 感觉特别好 好不好 反正我个人比较喜欢 我老婆就觉得 我老婆特别想买那种 就是说中看不中重的沙发 你知道吗 我这想买一种这种特别的 你看它特别宽 特别大 我这一躺 哇 可舒服了 看着看着电视就睡着了 你知道吗 然后看不光是这个 这个能变回来 然后呢 这边这个也可以调 这我跟我老婆们俩一人一个 我来这个 我老婆来这个 是吧 这个呢 在这儿 在哪 在这儿 就起来了 这个也可以 这个也是 然后 还有这个 这个也可以 这个在这儿 这个呢 做的人少 这还没接这个了 我看看 我这接了 听这声音 撕这个的时候感觉最好 把这个接掉 然后呢 这个也是 这样子就打开了 这就可以 这也可以 不过 这个现在做的人比较少 我们俩现在主要就做闹孩 俩人坐上看电视 这边回来 来个客人 可以一起变废物 来客人一起 好吧 然后他还能够连 莱雅耳机能够放工放 比如手机啊 什么的 都可以连在上面 可以在上面 这个放歌啊 但是也没什么用 然后这儿呢 可以充电 我的手机 我忘了拿了 拿个手机 够在这儿 就可以充电 这是这个 无线充电的 够在这儿就可以充 iPhone也可以充 一般什么也可以充 然后这边有各种功能 它有好多 这个条头的 这个是展开 展开 展开 然后呢 这个呢 是腰部支撑 你看一顶下之后 腰这儿就鼓起来了 能够支撑腰部 这是下去 这是上来 然后呢 这是调头 头放倒 头抬起 就是翘头啊 什么的 反正 一共是三个部位的调节 一个呢 是把这腿啊 抬起来 一个是调 这个腰部 一个呢 是把这头顶起来一点 你躺在那儿之后呢 可以放下去 我头顶在这儿 然后你想方便看电视 你知道吗 你调一个角度 就在这儿了 就这么个 就这么个意思 好不好 好吧 这个还是一个小号的 肺部支撑器 咱们现在上楼 给你看一个大号的 肺部支撑器 好吧 好 给你看看这大号的肺部支撑器 我之前呢 在那个老的那边 还没搬过来 是这个床垫子不就买了吗 我们现在睡了几天 还挺舒服的 后来呢 给他搬过来了 搬过来之后呢 这一次呢 不仅仅是一个床垫子 好不好 床垫子上次路过一次了 我就不说了 咱给你看看一个新的啊 就是这个 麦 麦这人跟我说 叫叫什么 嗯 Game Changer 就是一个 一个彻彻底底的 一个 我的天啊 看看啊 这个真正的 废物支撑器啊 是吧 一键便废物啊 你表演一下啊 来了 这个叫什么呢 它就叫ZERO GRAVITY 就是零重力 就是失重的意思啊 它就给你造成一种的 失重的一个环境 你感觉就好像没有 没有重力了 那种感觉的 知道吗 实际上 他调一个角度 就是这上面起来了 然后下面呢 他只是把膝盖给你调起来 那腿还是下去的 知道吗 但是当然呢 就是说你要买 你买这种床架子的话呢 你的床垫子 不要像我这个买这么厚 因为我的床垫子太厚了 你知道吗 所以呢 就是说 床垫子太厚之后呢 它这个形变没有 它给你的那么大啊 但是还是很舒服 一键便废 上次那个大嫂来 躺在这儿 问大嫂 我说这个是不是 这个感觉 躺在上面 感觉自己像个废物 大嫂说不行了 回去她也得搞一个 太舒服了 然后再给你试试啊 还有这个 它还有这个底光 下面亮了吗 没有 没有 我再按一下 亮了 亮了哈 还有这个底光 然后这东西呢 你照我 它能当电霸中 还没有 半夜你要起来 可能它当个电霸 这挺有意思吧 然后还有呢 就是说 还有这个 这个还调的 再更高一点点 这样 就能调的再高一点 好吧 但是再高的呢 也不太舒服 它调这么高呢 我估计它可能 就是看电视中的 就是你可以 在这儿看到电视啊 啥的啊 然后 还有呢 就是 等我一下放一点点 放一点点 太高了 不太舒服 好 它再放吧 现在 我不知道 好 放了一点点 放了一点点 停一下 然后给你打开啊 这个是 按摩 能看得出来 在按摩吗 看不出来 我再调调这个 调这个力度啊 现在能看出来了吗 还是看不太出来 主要这床垫 太厚了 这床垫太厚了 他现在你躺在这儿 你能感觉出他的按摩来 你知道 对 就是在按摩啊 他就其实就是抖 就是抖啊 那这个抖呢 他他有分三种抖 这种抖呢 它是一个波浪性的啊 就好像下面有水一样在波浪的 还有呢 就是说这个 这个呢 是 哎 这个呢 就只有下半部分脚在抖 这个抖呢 它是上下这种抖 这能看出来吗 也看不出来啊 看不出来的抖啊 看不出来啊 那没办法呢 只有我能知道 然后还有一种呢 就是这个头顶的这个抖 哎 头啊 啊 这个呢 就是说下边就不抖了 就是头 反正他就是说 你有三种按摩方式 你知道吗 也不是很多 其实是三种 但是也足够了 反正就一种就波浪式的 是的 全身是的 一种光脚底的 就是光头部 这么个意思啊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波浪式的 这个啊 我老婆喜欢把脚踮起来 然后弄弄脚 是吧 啊 把脚抬起来 反正就是 我的天 真的就是废物制造器啊 他感觉自己像个废物 不想起来 给这个大号废物来个特写 好 好 接着说啊 刚才断了 接着说啊 这个呢 我跟你说啊 他到最后一个阶段 好是什么呢 就是你这么失重 你躺着就很舒服 对不对 然后等到最后呢 你把它放平了的时候 知道吗 他整个平的时候 哇 他有一种拉伸 你知道吗 哇 你就感觉好像整个身体 被他撑开了 哦 塞塞塞塞 哇 对 他最后放平的时候 他有一种拉伸感 感觉你这个身体 整个都 哦 都撑开了 对 因为他刚开始缩住了嘛 他在撑开的时候 有一种拉的一种感觉 然后往两头拉你 感觉 让你躺平摆看 啊 呵呵 对啊 所以就你知道 我要晚上睡觉之前 来这一下特别容易就入睡 你感觉人整个人都特别放松 整个人特别放松 然后被撑开了那种感觉 然后 就睡着了 好吧 空调声音太大 我估计这会噪音应该特别大 你刚才应该把空调关了 进来的时候 忘了 好吧 好吧 反正就这么意思 好不好 我们加了这个两个废物制造机 其实下面呢 还有一个 这个室外那会儿呢 我们弄了一个 那个 紫库子 啊 紫库子也是 我往里面一躺 感觉自己像个废物 你知道吗 那个大嫂也说 大嫂说你这房子弄完之后呢 你这回你说啊 肯定影响你后边这个工作效率 知道吗 你整个这个人呢 他这个状态都不对了 他太太放松了 你知道吗 有一点 呃 但是呢 这个呃 外边呢 这个冗池现在基本做好了 但是他现在做冗池旁边的 这个叫什么 呃 Landscape 就算翻译成中文 应该算什么 就是景观景致 呃 这个准确算翻译 算什么 在这拿中文说的话 应该 你也你 哈哈哈 对 这个还真是的 这有的时候英文往回翻译 也有点懵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就Landscape 反正就是这个铺的一个Landscape 你知道吗 反正他在做那个东西 做那个东西之后呢 就是说现在弄的有点乱 其实冗池前两天 我们俩已经开始去游了 然后呢 他在折酷子 我也试了 折酷子算什么 按摩浴缸 他在按摩浴缸呢 我我也是 还挺舒服的 呃 也能加热什么的 然后有波浪啊 什么的这吹啊 然后他也做Landscape 把这些弄的特别脏点 这弄的特别脏 前两天我刚弄干净了 他今天这一弄又又能脏了 所以今天就不录了 而且呢 我要我要录那个的话呢 我得换游泳短裤 然后我得这个 因为他要下水嘛 你知道吗 过两天过两天 等这个冗池 Landscape 整个都修好了之后 我也录一个连这个 呃 Jacuzzi 然后再来一个游泳啊 咱们来个全套的 好不好 所以这个呃 这个这一家呢 光盛这个废物诸道器了 然后养着两个大废物 哈哈 一个比一个肥 哈哈 好吧 你说 我觉得我们屋里也可以讲讲 你特别黑被你整的 啊 对 跟个洞穴一样 睡觉 对 睡觉 但是他现在因为现在 现在就是就是黑天 呃 展示不出来 等哪天 能哪天到白天的时候 白天的时候呢 我们把窗帘打开 让你看看外面的现实的这个光亮 然后我们把它都拉上 然后让你看看之后呢 就是说拉上之后的这个效果 嗯 好不好 特别适合大白天睡睡觉 哈哈哈哈 做两层 好吧 好 好 那就这么着 好 好